好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六如老师 欢迎来到六如国学堂 这堂课呢 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百件风水 大家注意到 我这里写了一个略懂即可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百件呀 严格来说 不算是正统风水学里头的内容 但是这个百件呢 又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且呢也是非常多的客户呀 朋友们会问我们的一些问题 包括我们这个家里头 是不是要挂个葫芦 是不是要去哎这个 弄个皮修 尤其是我们一些开店的 是不是应该去弄一个金蝉是吧 门口画杀呢 是不是要用一个麒麟 那这样的问题是非常的多的 这节课呢 我们就从头到尾的给大家讲一些 这些东西有哪些遗迹 或者说应该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首先我们第一节课呢 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饰品的开光 那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如果一个东西没有被开光 那它只能算是一个死的一个物件而已 或者说它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靶件 它是没有任何的力量的 我们先说如何来开光 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啊 因为我们没有非常多的这些 这个设备 专业技术 那我们普通开光足够 首先呢 大家要知道什么样的东西 才能够开光 这个东西啊非常重要 只有呀 有灵性的东西才可以开光 什么叫做有灵性的 比方说神像 神兽 生肖物 我们这呢 比方说生肖 大家都知道 十二生肖 自属丑牛 那这个呢都可以开光 神兽 我们的皮修 我们的 金蝉 那这些呢都叫做神兽 神像呢就不用说了 比方说我们的 官公 财神 或者是 如来释迦摩尼 以及我们的这个观音菩萨 是吧 有信仰的 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开光的 但是如果你说是 哎 这有一个葫芦 老师我这有一个手串 手串呢上头什么也都没有 就是圆圆的 谈不谈不手串 那这个呢是开不了光的 再比如说 再比如说我们这个五地钱 那这些东西啊 其实是不能开光的 它是开不了光的 这个时候要引入一个非常专业的概念 叫做加持 你可以说是把它的负能量去消除一下 或者说是把个人的能量呢 稍微去注入一点 那这个呢叫做加持 它是开不了光的 文昌塔 那这些呢都是无法去开光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 我们如何去开光呢 我们要去用阴阳水 给它浸泡三日 什么叫做阴阳水 那这里呢写了一个天地之水 天地之水呢 指的就是一半的雨水 一半的 一半的雨水 那一半的井水 一半的井水 对于我们现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来说呢 这个井水啊 也非常的不容易去取得它 那我们呢可以用这个一半冷水 一半热水 一半冷水 一半热水 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呢虽然效力可能没有上面的大 但是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其实呢也是非常足够的 我们呢把这个 我们的这个生肖呀 把这个三合手链呀 或者是我们这个金蝉呢 放在这个水里头 如果是小的话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水盆里头 然后呢浸泡上它三天 让这个太阳呢 让月亮呢去晒一晒它 所以叫日月之金 浸泡三日 然后呢选择即日即时 用朱砂来给它点眼就可以了 那这里呢有几个注意的事项 第一如果我们比方说是这个金蝉 那特别的大 那这个时候呀 肯定你是没有办法去浸泡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即日和即时 我们准备一块干净的毛巾 然后沾上这个阴阳水 去从它的头到它的尾巴 到它的脚 慢慢的去把它擦拭干净 然后呢擦拭至少是三回 因为是三日 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点眼的时候 一定要在自己的卧室 或者是其他没有人的地方 我们在点眼的时候 周围不能有特别多的人 因为它 尤其是这个神兽 开眼的第一时间 那看到的就是它自己的主人 所以说呢周围不要有特别多的人 它一旦看到了别人 那这个可能你就不是它唯一的主人 或者不叫它真正的主人 那这个呢就是非常麻烦 它呢就不会来给我们 比方说皮修 就不会给我们吞财 那我在这里呢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专业的是 如何来操作的 操作呀是非常复杂的 其实 首先呢我们要准备非常多的物品 比方说这个新猫巾 我们呢到时候要给它擦拭 要有精脂要有香炉 要有檀香 朱砂毛笔等等 当然了这个毛笔也不是普通的笔 那一定是我们赤过的这个笔 赤笔是我们专用的笔 它才有力量 然后呢择日择时 这个呢非常的重要 如果是不是吉日 那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我们要用清净笔画在阴阳水之中 然后手指呢在水中呢还要念清净咒 用心毛经呢 然后慢慢的将这个神兽或者是神像 当然这个都是神兽 神像呢就更复杂了 这个都是神兽 神兽开光 这个呢讲的都是神兽开光 不是神像的 神像呢还有另一套比较复杂的 如何来请神如何来把以前的神呢 去给他退掉 那我们来念清净咒 是吧清净咒呢 这个大家就不在这讲了 道气长存阴阳水 一点显神功 是吧 我奉谁谁谁 我如律令 是吧 那这个香炉上呢 然后我们去把它左转三圈 右转三圈 如果非常大的神兽呢 我们会用这个香在他的面前呢 来回去 顺时针三圈 历时针三圈 然后用阴阳 用这个金质夹到清净符 来开始净化神兽 点燃的同时呢 开始念这个清净咒 最后兽头 用剑指须写 这个语剑耳 这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写 这个语 还得念二十八星秀 鱼 就是这个字 同时呢 念二十八星秀三次 然后顺时针呢 画三个圈 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流程 然后朱砂笔呢 我们依次的开始来进行 点口 然后念金口为金 财宝咬尽 再点眼 伸 翅膀 然后还有他的脚 尾 同时念 谁谁谁听武令 这个谁谁谁呢 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皮修 念三足金蝉 听我令 金银财宝 随我尽 那这些这个这个话呢 我们普通的人士啊 也是可以去进行的 我们在给他这个点眼的时候呀 选择朱砂点眼的时候 没有人的时候 我们这个普通人在做的时候 也是可以 来念这些比较好的这些词的 好的 这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呢 就把这个视频开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项呢 给大家讲到这里 普及一下专业的知识 好的 我们下节课给大家讲生肖 如何来佩戴 谢谢大家